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死亡的个案在昨天有48位 台北市一天两停电 过完24节气中的小暑 马上大暑也要来了 一年热爆的最高峰 即将给台湾电力网路最刺激的考验 在刚结束的高温周末 一个临时抽烤 配了台北市北投区和松山区的饶河观光夜市 民众在北投运动中心游泳 游到了一半突然灯光全岸 现场的工作人员为了安全考量 要求大家不要再下水 所有的人只好摸黑洗澡还有换衣服 其他的运动场馆也一度暂停使用 游到一半直接关灯 这时候前奏一来 我一定会唱生日快乐歌 辛苦了游泳的民众们 但这不是有人生日的惊喜 这是斯里兰卡的沉浸式体验 周六下午2点14分 台电地下电缆故障引起跪线跳脱 造成台北市北投区吉利街 成德路七段等一带 共计1591户停电 台电派员抢修下午35分全数复电 感谢辛苦的一线人员 因为下午停完北投区 晚上换到松山区 16号晚间7点多 包括了八德路四段 饶河街一带 总共有550户突然停电 天气热又没灯 出门觅食的民众 作者干瞪眼 其实一停就来了 它是跳着停 像我隔壁滩跟我这一滩 他们有电 然后就是我这一滩没电 可是我们对面的店面 这一排都没电 其实比较困扰 因为今天是礼拜六 是生意最好的时候 这样印象还蛮大 观光景点结果是灯观光 刚好是在用餐时间停电 街头小吃升级烛光晚餐 只是温度也是托斯卡尼燕阳天 但滩商今天的心情肯定是阴天 事出必有因 调查最用心 台电表示是线路设备跳脱 造成台北市巴德路四段 饶河街一带 过550户停电 约8026分全处复电 2022年老百姓的感动 就是这么朴实无法且枯燥 有电也能分泌多巴胺 现在需要大家帮忙 想想没有缺电 却停电的理由是什么 诺贝尔奖在等你 走到中间的时候就发现 就是怎么都一片暗暗的 他有吓到吗 有吓到因为 这几年好像停电都蛮平凡的 就想说是不是缺电还是什么 现在台湾不缺电 不只是一句话 而是一个不必争辩的事实 缺电是一种很全的东西 也是各党派的剑靶 天龙国科师傅和前总统马维拉 对着小英的能源政策 就是一阵打脸疯狂输出 国民党说马英九执政不曾大停电 仍能稳定供电 蔡英文的战机16年5度大停电 看着国民党的攻势 民进党很讶异 郭子竟然会骂人 谢谢你各位的指教 民进党大手一挥 反向是2016年马英九交接时 全台被转容量一度只剩下1.6% 看来这次停电也是马英九的错 马英九他的能源政策 就跟他的九二共识一样的平起 讲来讲去都只剩充起核四可以讲 请大家尊重 没事的习惯了 台湾不缺电 只是会停电 蓝绿字典里都没有负责 我们小老百姓 就是跟皮卡丘的对手一样 他妈欠电 台湾的经济发展 绝对可以兼顾环保跟永续 走向飞河家园 台湾也不会缺电 林秉书交保 你相信祝福吗 我们的意念正巧巧地塑行这个世界 但有时候真实世界会比恐怖骗来的更惊悚 全台最知名的家暴仔 立伟高家瑜前男友林秉书 因去年11月爆出对家瑜施暴 六倍挖出曾对多名女性家暴 连港府女神都打 这次给你选的不是金斧头而是刑棋 林秉书遭解放一伪造文书 防害秘密 私刑拘禁 伤害和恐吓等八罪起诉 7月1号高家瑜出庭作证 两人当面进行交互结问 停讯长达五个多小时 被告完全没有悔意 那这样子的伤害 其实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那同时有这么多的被害者 所以我们也希望法官用最严厉的刑度 然后来惩罚被告 让他得到应有的制裁 林先生有被告吗 林先生说实话 他不承认犯罪的罪行 被告逼我写胁破书 他还跟法官说是闹着玩的 然后还说是什么模仿电影情节 反正被告的很多辩词 我都觉得非常离谱 林秉书自去年12月2号 便遭法院裁定积压 并于1月27号 4月27号和6月27号 三度被裁定延压 15日新北地院认为 虽涉犯伤害等罪嫌重大 但考量证人交互结问完毕 且相关政务均已扣案 经何议庭裁定准以80万元交保 要去治疗没问题 但请别用我缴的健保费 在看守所看了225个日出 月生的秉书回来了 媒体报道林秉书父亲见到爱子后 喜极儿气上前拥抱 而林秉书疑似因服用控制情绪药物 神情恍惚地随父亲离去 赋予子开心团聚 但几家欢乐几家愁 原告害怕被报仇 交保后的林秉书 被限制驻居在台中 限制出海出境8个月 每天需至附近的派出所报道 并禁止对相关人进行危害 恐吓或骚扰 若主动接触媒体或受访 可能会因为规再度被羁押 有病就吃药 有罪就坐牢 责任来我就扛 现在民进党的料 全部都在秉书的脑海里了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习近平对台湾的野望 仿佛也从不太可能化为可能 想要抗中保台的军武吗 山姆爸爸卖给你 美国政府两天前宣布通过 对台总额1.08亿美金 推薦台币32亿的军售案 感恩爸爸 谢谢爸爸 这是美国今年第四度 也是拜登政府第五度对台军售 自己的台美价值自己买 这可是美国爸爸批准才有 台湾自己想买还买不到的军武 没有太多只有嫌不够多 各位酸民不要太不满 但是既然要卖 麻烦请爸爸卖高阶1.57好咪 M60战车的确 这是沙斯JS军售 这个零主舰里面的主力 那包括就是它射控系统 还有包括它的这个发动机系统 由于M60N战车A3战车 它已经服役将近 就是50个年头 它是M60A1后续的升级版 所以有些主舰 零主舰的确是需要那个就是余升级的 目前国军的主力战车M60A3 为1991年波斯湾战争结束后 美方已相对低价授予台湾 恭喜我们的几十年老玩具 又可以升级再升级了 过去台湾政府曾向拜登政府购买 M109A6帕拉丁自走炮 有助于地面部队持续火力支援 以及忠诚的对空爱国者飞弹系统 此次军售项目则为 飞机密备件 维修零件 坦克与战车组装 以及后勤技术支援 台湾跟美国的军售已经是走向一个比较正常化 也就是随到随身 不再像以往是一个就是年度的一个包裹型的军售 那这些既有装备的这个妥善率是可以发挥极战力的效果 不过我想这些军售也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目前我们作为对视频是比较偏低的 除了批准对台军售 美国众议院也在14日通过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 内容包括重申美国对台湾防卫的支持 美军印太司令部不需顾忌中国 有权与台湾进行联合演习 并支持邀请台湾参加2024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先法案后军售 美国爸爸挺台好礼连发 然而各位先不用高兴太早 因为可以做不代表真的会做 美国参众议院去年12月 就曾建议邀台湾参加2022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目前美日韩澳等26国 正在夏威夷群岛等地举行军演 然而名单上一样没有台湾 属于国会建议性质的内容 虽然是已经为行政部门铺好路 但是到底是否要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军演 其实还是很多时候是一个政治的考量 参与环太军演只是最后一滴路 那在环太军演之前的筹备会议 包括陆军首长、空军首长、海军首长 台湾都有参与 这是一件好事 快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最新动态